行政院真人被报内定英伟妻子 行政院人士被报黑箱作业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英伟 才新接总统府秘书兼发言人 就传出他的妻子叶乃宇 被内定为行政院将成立的新媒体小组成员 爆料者向苹果说 政府机关用人都应在网络公开征求 但新媒体小组只有少数人知道 痛批政府服貌搞黑箱 连新媒体小组真人也搞黑箱 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坦诚 新媒体小组没有公开应征 因为是任务小组编制 任期没有保障 所以没有公开真人 平均薪资约四万五千元 对于外界质疑 孙力群称许 叶乃宇有国民党青年军的文宣经验 背景不错 叶乃宇回应说 他在职场的选择动向 向来与英伟没有关系 不会靠丈夫的事 他呼吁爆料者站出来公开对职 不过国民党立委丁守中 人炮轰这根本是近亲繁殖 民进党立委吴秉瑞也说 马团队拿国民的纳税钱 来养这些加成 实在很离谱 动新闻综合报道 民主党的市民 r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